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无论是停车还是掉头 经常需要能够准确地判断车辆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如果判断不准距离,很容易发生寡秤 那本期视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利用车身不同部位来做参照点,判断距离的技巧 向前行驶的时候,前方是停止线或者是一面墙 在停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后视镜底边来做参照点 我现在向前开车,对着墙向前开 现在车头距离墙比较近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后视镜 再往前开一点 当后视镜下边框与地面标线或者是墙角线重合 这时车前的距离就比较合适 我们下车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是停车以后,车头距离墙面的距离 第二种情况是,对着墙面斜向停车 这样不容易判断右前脚与墙面之间的距离 这种情况可以用封挡玻璃左下角 看遮挡地面的位置来判断距离 我现在向前开车,斜对着墙面向前开 现在右前脚距离墙面越来越近了 好,这时我们看封挡玻璃的左下角 再往前开一点 好,大家看 现在视线正好能够看到墙体地面的位置 这时右前脚的距离是安全的 我们下车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是斜对着前面停车 车头右前脚和前面之间的距离 第三种情况是,在开车又掉头的时候 因为通道比较狭窄 前方是路牙子 好,我们车辆向前开 现在视线已经被引擎盖遮挡 看不到与路牙子的距离了 这时我们可以看车窗下边框 与路牙子的遮挡位置 就可以判断车前距离是否安全 我们下车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用这个方法判断车前与路牙子的距离 也是比较准确的 在向后倒车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来利用车门把手 做参照点的判断距离 观察后视镜 当后门把手与路牙子重合时 后方距离大概有五米 在倒车直角转弯时 这个距离是可以通过的 我倒车试一下 大家看车外视角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靠边停车 可以用前门把手做参照点 我来演示一下 倒车靠边停车 向后倒车 看后视镜前门把手与路牙子的距离 看后视镜前门把手与路牙子的距离 这时车就靠边停好了 我们下车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车辆与路边的距离 为什么要用车身的部位来做参照点呢 因为车身的点位和路牙子 或者是障碍物 这个位置都是固定的 因为距离有变化 它遮挡的位置就不同 所以这样判断距离更精准 那本期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点赞观众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